竹子也一樣 對 種粗纖維的比較不好吃 另外我們看到是這個梨子啦 還有香菇跟高麗菜 其實這些都是算是膳食纖維的東西 都還不錯 那像葡萄柚也是啦 都還不錯 但是一樣就是說 像這種水梨啦 葡萄柚 都是屬於這種比較涼性的 包括高麗菜是比較偏涼性的 那如果你容易這種 我們剛剛說手腳冰冷啊 筋痛啊 就建議你在月經期間 就不要吃這些了 你就可以換成剛剛我們說水溶性的啦 比如說這種木耳 黑木啊 白木啦 秋葵 對 秋葵 地瓜葉啊 都非常好 對 好 那再來看到的是 胡蘿蔔跟蘋果對不對 蘋果一定要講一下 就是蘋果它有酸相調節的功能 也就是針對像我們的殘兆症 不是便祕跟腹瀉嗎 那如果說你今天便祕的話 你就去打蘋果汁 就是你要加大量的水 然後一起打 然後直接喝下去 它可以幫助你排便 可是如果你今天腹瀉的話 你千萬不要再去吃蘋果 喝蘋果汁了 而是你要拿整顆的蘋果起來吃 所以一樣是蘋果 但是做法不一樣的話 還有不一樣的效果 對 所以你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是拉肚子的話 它吃整顆蘋果 要吃整顆的蘋果 然後如果是便祕的話 要打吃蘋果汁 對 真的喔 好神奇喔 效果是不一樣的 那另外就是像蘿蔔 就是蘿蔔汁大家都很愛喝 好像吃蘿蔔就對眼睛好 可是我覺得大家都誤會了 它是要吃煮熟的蘿蔔 不是吃生的蘿蔔汁 而且那種愛美的女性 就說盡量就是說 你蘿蔔汁 如果你要喝生的一定要適量 不然很容易就是喝了一個禮拜之後 皮膚就變成這種環臉婆出現了 好像也聽說容易曬黑耶 對 對不對 也容易曬黑的 芹菜也是一樣的 而且就是說你是 如果你吃這種煮熟 而且是素食的朋友們 你一定要記住 加一點點油 好的橄欖油 因為它的維生素A是屬於自容性的 是要配合油脂一起去吸收的 沒錯 對 會比較好 好 那再來看到就是酵素類的 青木瓜跟鳳梨也是相當的不錯 但是這個可以空腹吃嗎 一樣的就是說 鳳梨它是比較偏酸的 如果你今天的這個胃不是這麼的好 容易胃痛啊 甚至胃酸的話 你就不要空腹吃水果 甚至是空腹吃酸的水果 你就盡量就是說 通常其實我們有研究說 吃水果最好的時間 其實是飯跟飯的中間 那一段休息的時間 中間的時候 對 也不是說飯要馬上吃 是飯跟飯的中間吃這樣子 對 所以最好還是不要空腹吃 對 好 那另外就是包括了這個 我們看到乳酸飲料啊 優酪乳 這個我們剛剛也有講到對不對 是不是要多吃 還有像是蜂蜜 這個其實剛剛就說 就是一天一杯其實就夠了 那盡量就不要喝很冰的那樣子 等一下 一天一杯的話 也有這麼小杯的 也有這麼大瓶的 對 到底是哪一杯 一天大概這麼小杯就夠了 小杯就夠了 好怕產生會被探疫 早上說好像怎麼這樣子 這很甜耶 一天了一大杯 那你如果這樣說的話 那可不可以買一大瓶 然後今天喝一半 明天喝一半 是OK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 其實我們有研究 它的含痰量其實是很高的 對 尤其是對小孩子 它很愛喝 就是很喜歡三餐 阿嬤就 臀孫子嘛 就每天照三餐來給小孩子吃 那其實你知道 就是含痰的 這個飲料喝多了 小孩子很容易躁 就沒辦法安定下來 他就會很好動耶 那其實對於小孩子 你要管教他 也不是這麼的利益這樣子 對 所以阿嬤雖然疼孫子 還是讓他多喝水 多喝水 喝水很重要對不對 保健腸道 喝水的部分 對 來個一杯就好了 一杯了 還有就是蜂蜜也可以潤腸 蜂蜜其實對於老人家 排病我覺得是非常好的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說 像我們有時候 吃壞東西拉肚子的話 你可以準備家裡 比如說一點點生薑汁 跟一點點蜂蜜 可以調和喝下去 那他有一個暖胃 就是調和腸胃的功效